说起袁红想必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前段时间刚公开老婆怀恋的夫妻俩 也是做好了初位父母的十足准备 不仅她老婆推掉了一切工作 连她也很少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看来应该是寸步不离的陪在老婆身边了 她从出道以来就嫌少有绯闻出现 唯一的一次也就是跟自己的老婆 两人刚被拍到她就立马公开承认 算是圈中不可多得的好男友了 不过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不是她 而是这位长相酷似她的男演员 比她还要更早出道但可惜的是 一直都没有大红被大家熟知 这个人就是袁文康 两人姓氏也一样 让很多网友都以为两人是亲兄弟 可能很多人对她的名字还是比较陌生的 不过说到她当下在热播剧中的出演 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 如今的她终于凭借在如意传中的精彩表现而爆红 她在剧中饰演的是江玉斌 就是在剧中时刻帮助如意的那位太医 相信很多人看到她都对她的面貌比较熟悉 但就是叫不上名字 不过却对她剧中的角色记忆深刻 19岁就出道拍戏的她 如今出道已经19年了 拍戏多年来一直处在剧很红但人不红的尴尬状态里 不过她并没有处境尴尬而放弃拍戏 而是一直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所以才会有大家对她的真实名字不清楚 但却对她饰演的角色记忆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